接着我们继续往下看补充的部分 你看这个写法 Fewer and fewer 这是可数的 越来越少的什么 后面加名词 比如越来越少的学生 Fewer and fewer students Little and little 越来越少 这个是指不可数的 比如说水食物 Little and little water or food 那more and more 越来越多的什么 后面加一个名词 越来越多的这个病人 那就more and more sick people less and less 一样越来越少的 后面接不可数名词 所以这个是little 是很少 那么这个是比较急 越来越少的意思 这边后面加不可数 就刚刚的食物啦 这个food water 都可以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是一种 这个表达的方式 我们要强调越来越少 越来越多 怎样怎样 第一个例子 丢度 丢度 丢度是由于 extremely hot climate 这个hot climate 是炎热的气候 那这个hot是行动词 修饰名词 前面 行动词前面 记住 一定要用副词 来修饰 行动词 所以这个 丢度是 偏语 好 它是属于 介细词 偏语 它是接名词的 丢度 这个climate 名词前面 配行动词 行动词前面 要配副词 这个位置 还有它的 添加的词类 很重要 由于越来 极端酷热的气候 people have little and little water to use 人们有 越来越少的 这个水 可以用 好 little and little 越来越少 再来看 第二个 with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而这个with也是不错的 with是什么 随着 由于的意思 由于 population是人口 由于人口的成长 we produce 我们produce就是制造 more and more garbage 我们制造 越来越多的 垃圾 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人口的成长 我们就制造 越来越多的垃圾 好 好 再看下面 第三个 whoopening global warming global warming是地球暖化 那前面有一个字字 worth是形容词 加一个n 就变动词 那再加一个ing 就是动名词 什么意思 恶化的 越来越恶化的 这是动名词 当主词 这个字 很不容易写 它原本是verse wose 这是形容词 加了n 就变成verson 变成动词 动词 再加ing 变成动名词 好 这是越来越恶化的 地球暖化问题 所以你看 动名词当主词 讲一件事情 讲地球暖化 这件事情 所以动词用什么 单数 有没有看到 mac加s 单数动词 它的含义是什么 使得 对不对 使得 越来越多的farmland 农地 十一动词 后面可以加圆形动词 glow 使得越来越多的农地 怎样 glow 生长出 出产出 什么 less and less 越来越少的农作物 也就是说 因为地球暖化 哇 这个农地 生产的农作物就越来越少 那这种农地呢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农地 它产生出来的农作物 都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那就是造成了什么 糧食危机 后面加一句 agricultural experts agricultural就是农业 农业专家们 worry about it it就是前面这件事情 对于这件事情感到很忧心 worry about 很忧虑 很忧心的意思 这个就是额外补充相关的这种表达方式 在农作翻译上都会用到的 那下面也是一样 在农作上 也是 就是常常会用到 那老师不在这个地方 就给你做参考 一个 more or less 或多或少 像这种都是独立的 单独的 所以你可以用逗点切开 两边用逗点 切开 这个无所谓 better or worse 更好或更差 就是不论更好 或者是不论更坏 就是无论好坏 reign or shine 不论下雨 或者是晴天 就不论晴雨 life of death 就是 life是生命 death是死亡 就是不论生死 insuccess or inferior 在成功或失败的时候 就是不论成败 ins sorrow or in joy 悲伤 或者是快乐 就是不论是悲或喜 这种都是固定的 你只要背起来 然后套进去用就可以了 像英文有一个很棒的一个 这个讲法就是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这就是一个对应的 很棒的一个对称结构 给我自由 要不然就给我死亡 不自由 我宁愿死掉 那就是不自由 我宁死 好 这些都是很短 可是精简恶药 那给同学做一个参考吧 下面的例子 是在 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 会有个结婚的 试词 有没有 这个在正婚的时候 那个牧师就会念出来 他说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这个or就省略掉了 省略掉 for better for worse for richer for poor 也就是说 不论更好 或者是更坏 就不论好坏 for richer 比较有钱 或比较穷 我们就翻成 无论贫富 in sickness 生病 in health 健康 或者生病 或者是健康 我们要彼此去 爱对方 honor 尊敬对方 and cherish 要珍惜对方 要互相爱慕 互相 这个体谅 互相尊敬 互相珍惜 这个就是结婚 事实上 不论好坏 生活好坏 这个不论贫富 不论你在生病 或者是健康 我们都会彼此 互爱 互静 互息 好了 这个地方 非常高水准的一个措辞 供同学做参考用 好 第26的 具体运用 全部就到这里 讲解完毕